福间有福导墙 我们重庆有炭脂肉 啥子都有 哎呦 排骨 鸡肉 肉都有 所有的食材的精华都在这里面 这就是原汁原味 大师的菜 家常的味 我是重庆厨师 熊悠儿 今天做的就比较就是属于家常的炭脂肉 对 今天是做的一个比较家常的 比较传统的一个炭脂肉 那炭脂之外它实际上就是 以前就是在很多乡村里面 很多农村里面杀了个炭脂肉 就是要请客找一个炭脂 然后把杀布包起在炭脂里面烧 慢慢炉 炉到8小时 炉好了过后 说了说了 就是一个杀布拿开 炸一盘 这个把杀布带来的是把杀 就是做的材料 很有贴色 现在都改了 这是把杀改成了一锅材的食用了 而且把杀料全部都放在了炭脂里面 但是这个材的最大贴重就是 全部要趴上 而且炭脂要均衡 它最重要的是五花肉 是我们唐族人民的隐魂 煮脚 这个肉一定要烧脂 因为要去掉它的毛巡味 烧到脂肪的不消脂肪 完全是两个肪 完全是两个肪 烧了皮革后 那个脂脂才香 猪肉要冷水下锅 脂脂朝下 因为脂脂要老一些 肉质的膨胀一些 要大一些 脂脂朝上 它就有可能是浮起的可能 皮质按不到水 那么它就不容易煮它 炭脂它都是里面 为它倒是里面 那个五花肉 那个量要稍微重一点 那是里面其中的主料 其都是主料 它叫多酱主料 但是五花肉稍微在里面偏重一点 它为它再通过它 产生一定量的油脂和胶原蛋白 使它拔准 汤是要拔准我的一些吃 那一切 美芽糖加一点点老抽 上色还可以炒糖色 美芽糖配老抽 肉质上色 更宏量更容易上色其中 冷却十来分钟 就让它表皮 收下汗 炸皮的油温一定高 大概要7成油温 皮质一定要炸好 这个好看的 非常好 非常常炸到这个 猪油配色 是 这就完全可以了 好 这个肉就一定还大块点 随时再过一人 还有一个的切削料 时间炖久了没闹闹了 就是 姜主要是去肉的上味 增加肉的香味 姜是去毛行为的 是是 嗯 这套 蒜是去鱼行为的 是是 对 一斤肉加一个蛋就合适了 加适量的生分 看着这个肉 有点粘熟 有点粘熟了 就可以了 加适量的水 水又搅拌在肉里面 十斤铲 十斤铲 铲得不好 油锅里面炸它都散了 油温烧至五成之后 就可以炸肉这样子了 油温高了之后 它又下降火 脚皮就会发生 油温低了 肉它又会散 这个盐质炸好之后 基本就是盐质 炸出来 油温升高一点 再枪炸一刀 如果说只炸一次的话 我们要煲两个多小时 盐质就容易散 就不成型 然后这样来会放多 使起盐质的全身受热均匀 小小闲门 是 这是一个小闲门 我已经第一次看到 一般都已经洗不滑了 炒片里面它就咯咯咯咯 在家里面也好 一定要买出租猪肉的前排 排骨最好的那一块 土鸡不一定完全选鸡脂 一般一份选个半边鸡肉都可以 猪肉切成椅子条 我们把有些原材散开水 穿透就行了 这是先用骨头 鸡 炖的汤 用老抽调色 好的原材料 调味料一定要少 把所有的食材 倒入罐子里面 哦 这个好丰富 烫加好后 用洗脖子把罐口封好 上罩 微两到三个小时 就可以了 味道汤浓稠 肉不难又怕 啥子都有 哎呦 排骨 鸡肉 肉 我都有 现在就是汤汤肉 它其实就是我们传奇般的罐材料 一鸣就化 这就是原材料味 它完全就是 入生了一多 烫了过后 所有食材如意的 然后这个汁水 这个汤有炼 有炼 简单的烹饪方法 是啊 完美啊 真的是这个汁水 味道好吃 而且我觉得完全骨头 除了这个大肉 麻烦其他的我觉得都可以 好炼的这个汤 我觉得这个 弄完以后 可以这个 老饭 老饭 老饭好吃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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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